姜濤的中日新聞報道 近來大家忙於看我的天堂城市 我也是 我每一天都去看我的天堂城市 因為作為我們香港在地的姜濤 一定要全力支援 因為有些外國的姜濤 就說很心急 支持不了想回來 我說我回來 你們姜濤真的有心回來 就回來撐票房 當然我們都會盡力 如果你們可以的話 就馬上回來才可以 進一步支持姜濤的票房 我的天堂城市 好 雖然說香港的票房相當不錯 我想跟大家說 頭一天已經超過200萬 但是早前有一宗新聞 到今天都繼續有人分享出來 就說票房失利 就說姜濤 在台灣的我的天堂城市 不知為何說台灣 是香港 即是為何 不是 他是說姜濤的票房失利 在台灣 又是香港的抹黑傳媒 免得提他的名字 但是你要知道這套戲 其實姜濤只佔三分之而已 是不是 還有台灣都不是姜濤 姜濤的陣地 是不是 票房失利 跟姜濤有甚麼事 說姜濤有頭威 沒有被陣 類似 我今天要出一段影片 反駁這些報導 究竟台灣票房的失利 跟姜濤有甚麼關係 是不是 可以是說沒有關係 所以大家這段影片 一定要給一些人去知清楚 台灣票房跟姜濤是沒有關係 好嗎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 讚好這段影片 和留言 一個心心一個笑容 一點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課金支持 因為你們的課金支持 為了這條頻道 大陸有些正面的數據 有很多的haters 對於本頻道 進行這個攻擊 令到本民族上片的時候 被人斷了八次 是吧 審視了六個小時 都未上到片 相當之大的影響 幸好你們的課金支持 為了這個youtube 就只剩下正面的數據 對我們這條頻道 就逐步解封了 OK 所以你們的課金支持 不要想 現在立刻 一元幾毫 十元八塊 請大家幫忙 好 宣傳不要說了 先說這個台灣票房 剛才這樣 大家都這幾天 有時候 當我們收到香港票房 喜訊之餘 有很多人 或者有些報道 就講這個 我的天堂城市 在台灣那邊 那邊播出的失禮 就說呢 他們有個總結 就說 票房 只有四十一萬港幣 圍到四十一萬港幣 這兩件事 就好像刻意抹黑了 老實說 是吧 那你不如說 我的天堂城市 在東歐的一個小國上演 有幾千港幣 港幣 香港和台灣的電影的播放制度 是非常之不同 價格不同 一會跟大家分析 首先要講一件事就是 責任問題 第一件事 在台灣 姜濤 在這部電影 是佔了三分之一的主角 是佔了三分之一的主角 而台灣 上映這部電影 是叫做台灣電影的 是吧 是吧 他的陣地 不是 香港 就是 台灣不是香港 姜濤的陣地 是吧 他當然是給台灣人去看 如果港鐵失利的話 都是宋文華失利 是吧 或者是一些台灣演員 並不關姜濤的事 是吧 你理不理解這個情況 等於 一個巴西足球隊 在巴西的主場 在國內的主場 巴西國家隊 跟著同一個法國隊去打 是吧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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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利哦 踢球失利哦 那當然是關巴西的球迷事 是吧 但是如果 巴西的國家隊去到法國踢足球 跟法國國家隊去打 跟著 跟著 他輸了哦 那當然 當然 不關 巴西球迷事 明白嗎 也不關巴西隊的事 是吧 就是你搞清楚這個概念 先千萬不要混亂 是吧 喂 台灣播電影 台灣的票房不行 不關姜濤的事 就是從一個邏輯上 是吧 關都關宋文華事 是吧 宋文華是台灣的一線演員 是吧 喂 他都不收得呢 那你真的不能夠怪姜濤 是吧 不能夠怪姜濤 第一件事 這些責任的問題 是吧 第二件事 就是說他的那個擔當 他是主角之一 這樣 姜濤是主角之一 佔三分一氣氛 是吧 喂 你說票房失利 可能那些台灣人 不喜歡看電影 就是不喜歡看 天堂城市而已 但是不代表不支持姜濤 你要記住這件事 你要記住這件事 是吧 明白嗎 就是說 一部電影好像一部自助餐 一部自助餐 我們進去 當然有些東西喜歡吃 有些東西不喜歡吃 那我們 譬如有一個自助餐 我們喜歡吃 我們喜歡吃生蠔 是不是 我們喜歡吃生蠔 這樣做得很好吃 然後 我們 譬如說 我不喜歡吃魚 才算 我不喜歡吃魚 就算我一個自助餐 提供魚是多麼鮮味 多麼好 我都說很難吃 那我可不可以說 這個自助餐難吃呢 不行的 對不對 我們當然不可以這樣做 正如台灣的票房來說 姜濤又不是唯一主角 他又在台灣上映 那部電影裡面 大部份的人 都是台灣人 只有姜濤和李家文 是香港人 所以票房失利 你不可以說票房失利 傳統傳媒 我的報章都說出來 說姜濤電影在台灣失利 是不是 如果在香港失利 你也可以就這樣說 但是 在台灣的票房 絕對 技術上 是不關姜濤的事 是吧 只不過是可能台灣人 對於這套片的口味 不喜歡 是吧 不看 不喜歡看 是吧 這個東西是 是明白的 是吧 所以 有時候 對於這些 香港傳統傳媒 我經常都抱著一個 失望 和活該的態度 是吧 就是活該傳統傳媒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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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影響力低 是吧 斷章取義 你將一套台灣電影 在台灣播的票房失利 歸咎於在裡面的香港演員 你想想 這個邏輯 已經是荒謬了 這個論述是不知所謂 是吧 所以 我想 大家 要認清這件事 因為 昨晚 不是這幾天 在姜濤群組 就 說 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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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台灣 票房失利 難道 姜濤的時代院 有些姜濤真的 這樣想 不用怕 高登仔大廳 跟你分析 分析 這些事情 是吧 不關姜濤事的 台灣票房失利 丁嘚關係都沒有 我跟你說 是關係都關宋雲華事 我跟你說 是吧 我們姜濤已經盡力了 是吧 所以 有很多姜濤都很擔心 很害怕 究竟香港票房 會不會不行 所以我上一節 立刻報了一個報説 給大家聽 是吧 香港的票房 很棒 是吧 但當然不可以鬆懈 大家姜濤 知道嗎 所以 台灣的票房失利 絕對不關姜濤事 所以大家姜濤 不需要大擔心 是吧 有些姜濤甚至說 我可不可以立刻飛去支持 不需要 你先支持香港票房 香港票房 喂 我真的講真 我真的講真一句 我真的講真一句 如果在香港票房失利 那可能真的跟姜濤有關 因為 在香港 姜濤的基地 姜濤的基地 這裡雖然我們擔任三分之一 但是大家都是講真一句 就是因為姜濤才進去看 如果這部電影都不能收到的 那就被人大做文章 我亦都很難講 很難跟大家表達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但幸好現在票房OK 沒問題 那就照去吧 所以 台灣的票房 是跟姜濤完全沒有關係 我可以跟你講 責任是很低的 是不關姜濤的事 所以 我亦都講 剛剛那些傳媒 我都講 就是 抵一些傳統傳媒 淪落至今 是吧 就是那個 邏輯辯論 是完全是廢的 是吧 也都是叫做 就是那些斷章取義 是吧 論述謬誤 是吧 就是一些 互換的價值 全部都出盡了 務求是什麼 務求是 鎖到大家的眼球 是吧 老實講一句 你作為一個記者 好心就不要 用這些 用這些 刺手段 去撥黑姜濤 是吧 台灣票房 是絕對不關姜濤的 是吧 還有因為有太多因素 告訴我們 這個台灣票房 是跟姜濤真的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就是這個 此其一 此其二 就是我相信 我真的告訴大家 在台灣看電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在台灣 不過應該有很多姜濤 試過在台灣 因為這部電影 高等仔也試過 其實我也跟大家說 我很喜歡看電影的一個人 我也是每逢去旅行 我 有一個節目就是 當地的戲院看 其實台灣人看電影很有趣的 他們不同於香港人的 台灣人看電影 就真的當是一個活動來的 什麼是活動呢 他們對於看電影 是說的是 我們今天去行山 我們今天去遊船河 我們今天去公園玩 我們今天去打場 他們是真的為看電影 而去看電影 是不是 不同香港人 所以他們的戲院又不密 看電影的風氣又不高 雖然有很多台灣的KOL 影評的KOL很多 但是其實在台灣 不是太多人熱衷看電影 好老實說 而且他們的票價是很便宜的 老實說 他們的票價 香港成舊水 台灣看電影不用的 是不是 所以你說 按個票 按個票房 是不是 台灣收 台灣看電影這麼便宜 怎麼會累積的票房 是高的 大家想都想得到 而且他們的戲院數目又不多 是不是 你雖然說是 是 是台灣比較一個 就是發達一點的城市 但是 其實你說香港都不是很集中 你就這樣 昨天看 香港都有三百多場 我們的天堂城市的場所 所以 就是 不可以這樣比較 台灣的場次又少 戲院又疏落 是不是 票價又低 是不是 而且台灣人看電影的習慣 沒有香港那麼強 沒有香港人那麼強 因為 香港人便利 我告訴你 有些人 我為什麼說 台灣人看電影是一個活動呢 因為他們要看一部電影 有一些人 如果住得不是市中心 他們要看一部電影 他們是要坐車 一個多兩個小時 去看一部電影 所以 他們可能說 我們這個星期六去看電影 那就整天去看電影 明白嗎 不是我們是說 我們今晚去看電影 看完電影去吃飯 去喝酒 或者是去買衣服 我們夾集很多不同的活動 但是台灣人不是的 他們台灣人 他們真的要選一個日子 約人去到某一個時間地點去看 當然如果住在台北市中心的台灣人 他們看電影可能方便 但問題上是 他們真的當一個活動 所以 他們看的次數一定會很疏 還有 同期 雖然說沒有什麼大電影上 但問題上就是 如果 你想想 這麼不方便他們看電影 某程度上 他們 真的 很吸引的電影 他們才會去看 老實說 對於我的天堂成績 對一個普遍的台灣地道人來說 不是一個 那麼熱衷去看的因素 老實說 就算有宋文華 但問題上就是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台灣對於這個票房來說 當然他們不會一刊兩刊三刊 對不對 所以這些票房 全部都是看一次半次 我想他們 但是不同香港 香港我們大部分 譬如高登仔 我今天出片 我都是全天都看我的天堂成事 我出這段片都很辛苦 我是長與長之間 在這裏做一段片 跟著就 就是 令到時間 緊湊一些 對不對 因為我跟著 做完這段片 我又要去看我的天堂成事 我跟著 我告訴你 這個禮拜我都是這樣過的 每天看我的天堂成事 每天在這裏看 長與長之間 有個空隙時間 再做片 去報告每一天 香港 我的天堂成事 票房 影卷的狀況 去告訴大家 所有的資訊 這個只不過是 高登仔盡我能力去做的 因為我在香港 就是要力撐 我那些天堂成事的票房 給大家知道 因為有很多 海外的姜濤 我不知道 現在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香港姜濤的票房情況 和那個戲的 究竟多不多人去看 現場是怎樣 高登仔 就和你們每天報道 所以不用擔心 有高登仔在大廳 一定可以守護著姜濤 所以 這個台灣的票房 是不能夠直接比較的 不可以直接比較 但是 無論文化背景 是相當之不同的 就算是 好像早年 Marvel的電影 都不能夠這樣比較 你看看 香港Marvel電影的票房 和台灣Marvel電影 上同一套戲 票房都不同 所以其實都差得很遠 所以 你說 那個報道當然是很juicy 很吸引人家的眼球 喂 姜濤電影在台灣 票房失利 只有41萬的港幣票房 喂 你剩下這些字眼 當然是吸引人家去看 哇 姜濤失勢了 姜濤時代完結 他純粹都是 令到別人 偏向這個想法去想 所以 我就告訴大家 因應 那個 不同的地區文化 那套戲的 主演的角色 或者地區上 每個人有不同的心態 所以這些票房 是不能直接這樣比較的 亦都是錯的 亦都不可以用失利去講 姜濤的票房成績 這套戲 亦都不可以叫做姜濤的戲 是吧 因為它是三分之一主角 是吧 而他在台灣上映 我都是一再強調 壞都是壞宋文華 就是不關姜濤的事 在台灣 但是在香港不同 大家記住 如果香港票房失利 就真的跟姜濤的事 真的跟姜濤的事 但是其實都不關姜濤的事 我想大家姜濤 入不夠場去看 不過 放心 現在那個 趨勢都很好 趨勢都很好 還有令到香港的票房都非常理想 當然 剛剛我的分析 大家聽不聽得懂 就是你看一下 我們香港一天已經超過200萬票房 台灣上了幾個月 都只有41萬票房 可想而知 這個不是受不受歡迎的問題 是基於很多地域上的因素 包括錢 包括文化的背景不同 所以造就票房的不同 並不是一個失利的描述 這個失利描述 是大錯特錯 還有一個抹黑的手段 抹黑報道 可以列為一個抹黑報道 所以大家都希望 因為有很多 我的觀眾聽眾 或者有些姜濤 都聽到這些台灣票房的消息 都很害怕 所以我經常都告訴大家 不用怕 姜濤的戲 沒有說是否失利 高登仔當是聽 就幫大家分析這件事 所以我剛剛都找到一些資料 去做這段影片跟大家說 所以有時候 對於這些傳統傳媒抹黑的新聞 有時候都是無日無知 所以大家姜濤強化自己的心臟 壯大自己 這些新聞不會停的 大家放心 因為姜濤只會越紅 只會越多這些新聞 所以大家我們作為姜濤 就聽一些有益的頻道 聽一些有益的頻道 在高登仔這條頻道就有益 為大家帶來一些正確的資訊 正確的分析 就不要被人家 預言目染地 說到一些錯的立論 錯的邏輯 會影響你們的心情 和情緒 這件事最重要 聽高登仔這條頻道 就為你們帶來正確的資訊 正確的分析 是吧 讓大家心情都好些 即是我的頻道 如果可以令大家心情愉快些 那我都覺得開心 好嗎 好 今節 講姜濤的中和新聞就是這樣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姜濤的中和新聞報導 一會見 拜拜